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維 這次要介紹的是魂WAVE商店限定 SH FIGURE ONCE COMMEN RIDER EXPADA 今年的SEBA其實有個很麻煩的現象 這也是為什麼明明SEBA人氣不是很高 但SHF幾乎出一隻長一隻 表現比真骨雕都還好的原因 就是角色在預定的時候 通常都是他最衰、表現最慘的時候 然後等到商品發售又剛好是這角色 卷土重來最帥的時候 結果導致玩家錯估形式 預定沒定,後續追高 譬如說CALIBAR 預定的時候他已經破格了 劇情又沒有起色 所以玩家期待感相對低 結果發售的時候正值閑人的歸來 那拯救世界蛇我騎誰憤世技術的中二氣息 瞬間就把CALIBAR的B格給拉高了 結果價格飆漲 龍騎士同樣 預定時飛羽真還在眾叛清理滾地板 官方放毒罩又欠塗裝 還沒有龍坐騎整個就半吊子 結果發售後龍騎士沒有破格 品質又是極大層之作 整個市場需求就起來了 而Espada更扯淡 媽的預定期間這叫我剛死耶 在那個moment你要我訂一個 剛死掉又貴鬆鬆的三騎 那必須要多大的勇氣與愛才做得到 結果發售的時候 中二賢人回歸初心再次握起了本來拋棄的雷劍 久違的Espada再現成還 行這漲價我吃的甘願 CAMMAN RIDER ESPADA內容物包含本體 手型包含平手、抓手、握武器手各一隊 同樣沒有手甲 組裝、塗裝不完整的雷鳴劍、黃雷一把 三本書小玩具一套 這隻其實以外觀華麗度來說 當成沒幾集就掛掉的三騎 還真的有點浪費 不只是外掛的部分很帥 連素體的白色部分也硬是比一二騎帥的不只一籌 單看這點他其實比秋生萬還天選之人 而塗裝部分 除了披肩剛拆出來時有點小黏手 還有左邊面罩金色塗裝太淡有色差外 整體表現也相當不錯 屬於雷屬性形象鮮明一眼帥的角色 頭部仍然是極為複雜的造型 尤其是頭上那圈圓環的金綠漸層 算是蠻少見的塗裝手法 而且這片面罩下還有清晰質感挺高的敷衍結構 細節紮實 但是這隻左邊面罩的顏色有點過淡 面罩的金色應該要跟左手的金色是同樣的色調 但這隻面罩的金色用料太淺了 成了這隻細看時會顯得很突兀 配色最不同意的地方 身體前後的齒輪突起是有銀漆塗裝的 所以萬代的秋生萬成長技 按順序是水火一般販售是垃圾後 雷開始的第一階段強化補完身體塗裝 然後龍騎士連劍也塗銀極大成 說不定接下來土鷹風三劍就會改善手甲問題進一步成長 腰帶小劍這次沒廢話直接附上 還給了三屬性但同樣沒有印刷的小書配件 說直白的 這隻雷劍或許結構是相對完整的 但卻是建立在比火劍多了3000日幣 比水劍多了1000日幣的定價上 這個艾倫吉娜的神燈的左手形象我個人是給高分的 因為他不是裝個龍頭獅子頭就能呈現 而是必須融入更多異象型的特徵才能切合主題 所以不管是肩膀裝甲的神燈 靠胸口鏈子連結的茶壺蓋子 還是魔毯形象的披肩設計感都很到位 塗裝部分的話金漆夠亮 而且沒有偷懶的地方 軟質披風會稍微黏手 但不會因為凹折後掉色 這塗裝擺在迪卡身上該有多好 而白色素體部分搭上閃電般的菱形尖刺也是相當有特色 甚至有點W放個揪卡的既視感 而且劇中好像也沒說過為什麼同一組腰帶 水火變身是共用素體 雷的素體可以有不一樣的造型 難怪早死被排擠 雷劍的劍2也是屬性感很鮮明的設計 而且這次的拳頭握武器也有比較緊 不會再那麼容易掉劍 但可惜塗裝還是不完整 這把透明黃質感搭上完整的電鍍印塗裝 一定很讚 比較的部分 雷劍因為右半邊素體的造型比較花俏 所以給人感覺初始型態就是結構完整統一的騎士 這點比明顯看起來冬缺一塊稀少一片 還能加外掛的一二旗觀感較佳 細節比較 從前後齒輪突起就能看出秋生萬成長技的軌跡 火劍前後都沒塗裝 水劍後面有塗裝 雷劍前後都有塗裝 最後是三把劍的比較 萬代其實有點心機的地方 是看似同模的三把劍 但其實透明劍二的卡榫不一樣 所以這三把劍的零件是無法彼此互換的 這防呆機制大大增加了第三方翻模賣銀件的成本 購見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那這隻的主要看點就是他的這個 左手的披風會不會卡可動 以及他寬部的這一個部分會不會刮漆 右手束身的部分 他的這個肩甲一樣是可以先往外拉的 所以整個肩膀上台 他都會做一個讓位的動作達到90度平局 披風的部分 他連接肩膀的這個部分 就已經是很鬆了 自然下垂 然後肩膀本身也是一個軟直的 可以自由的凹折 但是沒有定型的功能 那這一個茶壺的部分 也是可以同樣向外拉一點的 所以整個肩膀上台雖然說會被卡住 但是整體呈現出來的可動性 也還在不錯的範圍 上臂平面迴旋手肘二重關節 手腕的部分是類轉輪 那另外一邊他的披風也不會卡他的任何可動 所以都是能轉的 肩膀是單純的球關沒有外拉式 所以整個往前的可動 是到這樣 就是整系列共通的一個可動性 但是這隻雖然說披風不會卡可動 但是他的這一個鏈子會稍微影響可動 的點在於 他整個肩膀上台的極限 如果你抬過頭了有可能會斷掉 或者是他那個茶壺的零件會掉 所以為了避免茶壺被扯掉 或者是他整個鏈子直接斷掉 所以說你肩膀上台的一個角度 盡量不要超過90度 再往上台就危險了 這邊就拉扯到 就會有可能斷的風險 而且這個鏈子是塑膠的 然後斷了你根本沒有辦法把它黏起來 所以只要一斷就沒辦法修理了 非常麻煩所以這個部分要注意 脖子的部分二重關節 再來他的這個下巴倒是可以裝進他的胸口 所以這一次可以往前的中二角度比較大 往後轉頭稍微會被靈子卡到 但已經足夠用了 扭頭 腹部二重關節前後轉腰扭腰 寬部是單向的前跟開 再來有下拉式的結構 然後平面迴旋是球關的結構 那基本上你只要看到這個大腿正面 有這種突起的結構 那你就要想像得到 當他大腿上台的時候 他一定會跟他的寬部做互相摩擦的動作 那就有可能產生損傷或者是刮漆 所以你在大腿上台一定要先把他大腿往下 拉到底 再來進行大腿上台的可動 那差不多是90度 膝蓋二重關節沒有問題 那平面迴旋的話 一樣你在轉動的時候 要小心他的這個互相摩擦的部分來轉 那可動是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你自己把玩要注意 腳踝是單向的前後旋轉接地 腳掌可動 大腿外開跟接地 高跪姿沒有問題 書接上文 接下來的醬油網有力也是差不多 預定時感覺沒料 但發售後可能爭相的概念 你說出影子形態就罷了 但那漫畫造型真的很醜 結果人家在劇中追加了 原光暗劍持有者的設計 一招光暗合璧陰陽兩疑 乾坤入太極差點打得真劍金 生活不能治理 這個潮度不來一下嗎 還有那個飛盜蓮 一個前期大家詛咒他快點死一死的小屁孩 結果成了全篇角色塑造起承轉合 成長最好的角色 最後那招地獄兄弟聯妹初級 超舊武神霸展更是潮到噴漿 這也挺值得關注的 而雷劍Espada理論上應該就出這麼一隻 萬代會特別開那麼複雜的模子 出三本書造型的機會我感覺不大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賢人 那長相斯文卻中二氣質滿意的玩家 這只可能真的得捏著懶趴考慮看看了 以上就是本次SHF假面騎士Espada 艾倫吉娜神燈的介紹 詳細的突然說明請點擊下方的突然網址 那喜歡阿姆維德文章 請記得訂閱阿姆維德巨布 阿姆維德巨布 我們下一篇文章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接著欣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